大家吉祥 佛典故事第十八集 要分享的是 新云大师佛教崇书 佛陀书中 有关忍能至圣的人辱故事 我们处在高科技化的快速生活中 分分秒秒都要面对许多的人事物 为了争取时间 当熟悉或突发的事情发生时 都会迅速地或马上回应 执行已完成事情 这是让习记去操纵自己心念的机会 因此造了不散的生与异业而不自知 而且让我们彼此怨对不已 新云大师开示 要有忍耐的性格 其中最难忍的是人畏惧 忍冤枉 我们除了忍 还能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忍能至圣的故事 源自于咸鱼精卷二 六度级精卷五 以及大家熟悉的金刚波耳波耳蜜精 有一次 在波耳会上 佛陀想增加虚菩提行无相布施 和无我度身的信心 慈悲地引出自己修行的时机 当我盘腿静坐在一棵大树下 思维着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起源 忽然 一群打扮着花枝招展 穿着公非服饰的姑娘 嬉笑着走到我面前问道 在这样深山丑林里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修道呢 难道不怕毒蛇猛兽来伤害吗 我回答说 人有慈性 毒蛇猛兽不会来伤害 在城市里 人们反而容易被金钱 美色 喝正 权威所害 冰妃们一听 即刻非常恭敬地向我请求说教 我栽了一朵小红花说道 人生本来应该追求快乐 可是人很容易被虚假 和短暂的快乐所迷惑 像这朵小红花很美丽 但它不能永远吐露芬芳 人生最要紧的大事 是学到 求得生命的升华 求得生命的扩展 就在这时 一个王者装束的人 手提宝剑 从草丛中奔来 大声地质问 即喝骂我 你是什么人 竟敢大胆调戏我的公非 威名远真的我 歌力王 您竟然都不认识 我心平气和理回复说 修道的人行忍辱 不愿回骂 歌力王 如此造口业 将来一定不好 歌力王听了非常气愤地说 你行忍辱 我来肢解你的身体 看你还可以说行忍辱吗 就这样 我的眼睛 耳朵 鼻子 两手 两手 两足 都一一地被歌力王割下 为了度生 为了对众生行持 我一点称心都没有 四天王及天龙八部 齐来互拔 被肢解的肢体 又完好如故 歌力王大为恐惧 常跪忏悔 求宽恕 并发愿向善 佛陀对须佛提说 须佛提 行凶的人不能胜人 唯有行忍辱的人 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须佛提听完佛陀 往昔音中修行的一段事迹 非常感动 他体会到最高的无我真理 获胜到甚深的空慧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 佛陀坚硬不移的持心悲愿 令不起称心 成为当下迅速的决策 以及身具魄力的善心 星云大师在百年佛缘 我就这样忍了一生中开始 忍是解决万事争端的良方 有忍就不会受到外力动摇 忍他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化解 是一种慈悲 在忍耐的世界里 没有称恨 没有嫉妒 只有和平与包容 所以忍是成功立业 必要的修养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 转发亲朋好友 欢迎您继续收看 第十九集佛典故事 主题是 一念慈心的教化故事 祝福您 平安吉祥 行到天下 浮满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